好来看到关山警分局 警安派出所昨天晚间 六点多的时候接获民众报案 报案的人称 有老翁情绪失控 拿到自所厨房 请派员协助 那远警获报之后是赶到现场 经过一番安抚以及喊话之后 老先生的友人从后门进入 并也趁老先生跟警方的对话的时候 从后方熊抱住老先生的双手 众人合力之下顺利的夺刀 化解了这场的危机 从警方提供的密录器画面上可以看见 警方隔着门向老翁喊话 希望老翁可以先将门打开 因为他们担心老翁持刀 将自己反锁在内会发生意外 这起案件发生在昨日晚间六点多左右 持上一名老翁因为身体状况 导致生活无法治理 又与外籍看护沟通不良 因此老翁一时赌气 拿着镰刀、水果刀以及鲨鱼刀 将自己反锁在厨房内 而老翁的家人担心会发生意外 急忙报警请求警方协助 本所接后民众报案称老翁情绪失控 拿刀自锁出房 请派员协助 严谨随即赶赴现场 经营方安抚及案化后 其友人趁续从后门进入 并由后方环抱抓住其双手 严谨在上前实力夺刀 并将刀具交由家属妥事保管 随后在家属友人 及严谨轮方欠服 老翁才情绪平复 让这场迟到对视 事件平安落幕 索性最后在远警 以及老翁的家人协力之下 顺利将刀子给夺下 避免了一场意外的发生 而警方也呼吁 家中有长辈的民众 要多加留意长辈的动向 以及体谅长辈的情绪 避免意外的发生 记者陈吉林池上相报导